谷Compate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大成钢2027位不锈钢生产商与通路商 产品以外销为主 大部分自制品及买卖产品的100% 销网子公司美国大成钢 另外家子公司大国钢 则生产销售罗斯罗卯 美国大成钢在美国不锈钢通路市场中 约有10%市占率 为美国前四大不锈钢通路商 其为集团主要获利来源 产品营收比重位 不锈钢相关产品占39% 铝制品占42% 罗斯罗帽相关产品占19% 21QE净利率8.5% 21QERO4.68% 21QE EPS0.88 为617.65% 21年5月营收为113.1% 21年4月营收为127.4% 21年3月营收为54.3% 大股东持有率长期向上趋势 近期1000张以上大户持股比率60.16% 股价长期向下趋势 近期股价飙涨 市场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同意1.2兆美元基建计划 受此激励 钢铁族群走势续强 资金占大盘比重于一成 多党个股值奔涨停价 大成钢则是有望直接受贿 在不锈钢事业方面 大成钢值出 今年随美国疫情趋缓 且美国工业营建复苏 预料需求较去年明显回升 大成钢为美国市场通路商 不锈钢评报价主要参考L.A.M.I.N.E.价 5月以来 L.A.M.I.N.E.价约在1.76万美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约44% 铝卷板事业方面 美国今年其对18个国家 课征铝卷板2.7%到352.71%的反倾销税 使得美国铝卷板进口量大幅衰退 市场持续供不应求 L.A.M.E.铝价是大成钢报价参考指标之一 今年L.A.M.E.铝价占上每吨2000美元 5月以来现货价攀高至2430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约66% 大成钢鱼位于德州的铝卷板闸眼厂 目前每月可提供1.3万吨 同时自海外的月采购量约3000吨 及手中库存约17万吨 每月可销售超过3万吨 将优先受贿于反倾销政策 营收及毛利率渴望大幅攀升 美国不锈钢大厂ATI先前宣布 2021年中前将退出标准品不锈钢市场 该公司不锈钢标准品业物量约4.45亿美元 占ATI营收比重13% 未来将专注高端应用如航太、国防 ATI退出后 短中期美国当地不锈钢供给紧缺 市场缺口将由其他美国业者填补 有利于大成钢美国厂不锈钢销量提升 市占率提高 股坑PIT建议 大成钢以外销为主 不锈钢占39% 吕志平占42% 美国总统拜登 同意1.2兆美元基建计划 大成钢有望直接受贿 今年随美国疫情趋缓 且美国工业引荐复苏 不锈钢预料需求较去年明显回升 美国今年起对18个国家 课征铝卷版的反倾销税 使铝卷版进口量大幅衰退 市场持续供不应求 大成钢于位于德州的铝卷版闸眼厂 将优先受贿于反倾销政策 不锈钢瓶报价参考LME涅价 吕志平报价参考LME吕驾